好 等一下 等一下 哈囉 有人嗎 大家好 午安 午安 有人上線了嗎 十二點半囉 準時今天準時直播 有人在線上嗎 有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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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 我們繼續等著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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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午安 有嗎 有啊 這裡 有有有有 嗨 可以跟上線的朋友 可以跟我們說聲嗨喔 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 不對 代班小編 我是小幫手 對 我們今天要來跟大家介紹 就是這一個月的主題穿搭 進入十二月開始呢 其實就會有很多很多活動啊 比如說年底的聖誕節啊 然後跨年啊 全部都擠在這一個月 所以呢 如果有需要提前準備衣服的 歡迎來收看這一次的直播 今天呢 小編身上這一件呢 就是我們這個禮拜的新款 雪花飄飄的長板上衣 然後呢 它後面有一個帽子 天氣冷的時候 如果說我們去參加活動的時候 如果太冷 我們可以把它帶起來 這樣可以嗎 可以喔 好 然後呢 它有一個雪花的圖騰在前面 然後跟背後 也都有 然後今天小編呢 搭的是我們的擺摺裙 擺摺裙其實一上升啊 感覺就非常的簡鈴 今天有誰呢 哈囉 午安午安 大家吃飽了嗎 然後呢 大家這一次今天呢 一樣有活動 暗淡加分享 我們會抽出兩位 送送我們的一個 圍巾跟披肩 波西米亞的 你賣超好的 對 這個款式呢 它是有點仿羊絨的材質 所以其實圍上升非常的保暖 晚安 哈囉哈囉 每次啊 小編只要在電就是在那個 電腦前面看大家直播的時候 都會聽黑牛喊說好熱好熱好熱 今天真的來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時候 才發現真的好熱喔 真的 你能理解我們每個禮拜 在上面跟大家直播的痛苦了 真的太熱了 但是呢 我每次在電腦前面看到大家在穿 就是我們的新款的時候 都覺得好燒好燒 我好想要去現場看一下喔 對 今天看到食品真的覺得非常的燒 那小幫手今天身上穿的呢 一樣是我們的長版的羊毛的 長版的針織的上衣 那這一件呢 我們先把外套脫下來 給大家看一下 有幫助到你了嗎 有有有有 解脫 解脫 好 這一件呢 其實它是做一個V-Link的針織 V-Link針織 它上面的提花是有點立體的設計 所以感覺會比較活潑一點 那這一件呢 其實很寬鬆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一件的話 其實滿不限生氣 而且它有三個顏色 白色 然後藍色 然後跟今天小幫手穿的九紅色 九紅色呢 為什麼今天示範九紅色 因為到了年底十二月的時候 就是我們的聖誕節啦 聖誕節 其實我們都很喜歡把一些節慶的顏色直接穿上身 你看 是不是很適合 而且呢 這一件呢 其實它的長度滿夠長的 小幫手身高多少 158 159 158 159 差歲 老闆們上線啦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樂 跟大家預告一下 今天的話呢 全館目前的話有做九折的活動喔 就是慶祝我們iPhone攝影師 生日快樂 趕快去下單 對 趕快下單囉 限時一天 好啦 這一款呢 其實 他的袖口呢 是做比較寬鬆的設計 所以呢 他這一款很心機的就是說 他可以把我們身上的肉肉 藏起來 然後呢 把你最纖細的鎖骨的部分露出來 露出一個小小的箱間 性感嗎 然後呢 還有女生最瘦的地方是哪裡 就是我們的手腕 手腕呢 所以呢 就是在你拿東西的時候 不小心露出一點小小的性感 那這一款呢 其實就是我們約會很適合穿搭的方式 然後 我們就是怕這種一件事 最怕就是舉手的時候就曝光 可是這件不會 這件長度非常的剛好 你就算舉手 他也不會曝光喔 裡面沒有穿安全褲 小幫手 小幫手你今天好大膽喔 耶 其實這一款的話 其實呢 這一款大概身高165公分來穿的話 都還蠻剛好的 像我的的話身高是164公分 那我穿上這一件的話 其實大概跟小幫手 長度比他再短一點點而已 但是完全不會曝光非常的OK喔 好 那這一款呢 小幫手 搭的話 是我們的 貓咪帽子 這一款是隱藏版 還沒上架 下個 下禮拜 下禮拜 或是下禮拜即將上架的 很可愛喔 來 給大家看一下 我記得上禮拜好像黑妞有戴過吧 有 對啊 然後他的貓耳朵是有做一點亮片的 心機小設計 讓你在就是秋冬的夜晚 一樣 啵啵啵亮眼 對 然後後面轉過來呢 後面是蝴蝶結 是一個蝴蝶結 今天感覺示範的穿搭 好像都有點可愛 是不是 不錯啊 我喜歡 你喜歡 我喜歡 喜歡的話 不怕你今天可以就直接下單好了 哈哈哈 不要去跟客人家 對 小幫手其實默默的也都在下單了呢 好 然後今天 外套 這一款外套呢 這款外套呢 毛絨毛的外套其實是我們去年就已經有熱賣的款式了 那我們去年上架的就是 黑色跟這款灰色 那今年呢 新增加了一個 米白色 黑牛有帶去歐洲 大家現場穿搭 就是有帶到歐洲去做穿搭 大家可以期待他的那個拍的照片 然後一樣裡面呢 對 有嗎 雖然說小幫手的帽帽好可愛喔 真的 為什麼不是小幫手很可愛 我比較喜歡聽到是小幫手很可愛 這款除了灰色之外呢 還有紅色喔 所以符合今年聖誕節的感覺 一樣一路可以穿到過年 留言 留言 加分享 按讚 幫我們按讚加分享 會 會抽 圍巾 圍巾喔 趕快幫我們按讚加分享 這個 他其實蠻長的喔 其實這一款呢 除了當圍巾之外呢 你也可以直接當披肩 對 沒關係 他的披肩 他其實是有 他的 材質呢 非常的保暖 現在小幫手是覺得 現在小編覺得有一點熱了 我已經很熱 我可以把外套脫掉嗎 可以 很熱了 對 好 幫我們按讚加分享喔 我們在下個禮拜呢 會抽出兩個幸運 幸運兒 下禮拜二嗎 對 下禮拜二 今天大家有覺得很安靜嗎 有 大家有發現今天都邊不在嗎 大家有發現今天都邊不在嗎 都邊一定很感動喔 都邊有上線了啦 都邊有上線喔 他現在在線 他現在在線上喔 真的嗎 對 他在線上 我記得好像剛剛有留言喔 在哪 在在在看到了 好 然後今天呢 這一款 小編今天要來介紹這一款包包 這一款包包呢 也是這一次的新品喔 然後是一個馬鞍包 我覺得它蠻簡潔俐落的一個感覺 所以如果說大家可能接下來有出國的行程啊 其實可以把它當成一個水深的包包 然後呢 今天其實小編來台北的時候呢 就是緊急的再又衝回去樓上拿了我的護照 就是為了讓大家看說裡面可以裝了多少東西 你看 裡面呢 其實可以放了我的手機 然後 護照 然後 我的 零錢包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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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女生補妝最重要的 口紅 其實 這個小小包包看起來好像容量還蠻小 但是其實裡面是有魔術大空間 而且它很貼心的做了一個就是 邊邊的設計 讓你東西的話不會很容易的掉出來 所以假設萬一不小心你沒有扣好的話 其實它也不會容易的掉 它也不會容易掉出來 大家可以放心 然後呢 你可以直接 側背 我覺得側背就很好看了 如果你要呈現比較帥氣的感覺的話 其實可以把它直接斜背 就是上身斜背這樣子 這樣子感覺也很俐落 這樣子 可以嗎 哈囉 有人說想要看 軍綠色 他們想要看 對 你今天有點 耶誕樹的感覺 我可以等一下再穿綠色嗎 我可以選 穿黑色嗎 對 今天其實這款軍靴呢 它有兩個顏色 它是三色嗎 三色 三個顏色 那我們今天的話 除了黑色之外 我們還有現場 因為有客人許願 他想要看綠色的軍靴 所以我們待會也會幫大家實穿喔 對 我要去 對 換下一套 好我們想幫手來幫你換下一套 然後呢 今天呢 小編身上呢 除了這一款 就是比較長版一點的 針織的上衣之外呢 那這一款其實 大概是到 小編的 臀下這邊 所以如果說 高個子的 女孩子的話 也不用太擔心 她其實就是 當作一個長版的 上衣傳 然後大概 150多的 小小 就是 客人的話 她其實可以當作 洋裝 那如果說個子比較高 像小編一樣的話 大概 164以上的話 裡面就再多搭一件 就是不管是自己的 牛仔短褲也好 或者說像今天搭的擺摺裙 也好 都可以 好 那 客人問說 毛衣會不會容易掉毛呢 毛衣會不會容易掉毛呢 不掉毛喔 這一款毛衣呢 其實它是 針織的材質 那裡面的毛 其實 算是還蠻長的 可以給你們看一下細節 對 可是她這一款很特殊 因為她有經過一些 就是處理跟設計 所以這一款不掉毛 小編呢 今天身上穿的是 就是 看得到嗎 小編今天身上穿的是 黑色的 就是 短毛絨的裙子 所以正常來講 這兩個材質加在一起 如果會掉毛的話 其實 它就很容易沾染在 就是黑色的裙面上 但是可以給大家看喔 我的黑色裙面 非常的乾淨 上面完完全全都沒有沾落 就是掉落的毛屑 所以這一款呢 其實真的是可以跟大家講 完全不會掉毛 可以跟大家非常大力的推薦 那它其實它內裡 大家還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這種毛料的商品啊 穿起來會不會覺得刺刺的 那其實 小編剛剛 現在身裡面的話 是直接 翻穿 都不會感覺到刺刺的 那 像它這樣子的一個設計 裡面這樣子 是還蠻柔軟的一個 就是針織面 所以請大家不要擔心喔 然後歡迎幫我們按讚加分享喔 明明下個禮拜會抽出今天的 維京幸運兒 然後呢 小編身上這一件 百折裙 其實呢 也是我們家的銷售熱銷單品啦 那這一款單品呢 其實它原本上衣是 這一款 連帽的 連帽的上衣 那小編只是把它的短裙 拿來跟我身上這一套做搭配 所以其實如果說有喜歡我們家的套裝單品 那套裝商品的話 其實非常的划算 因為 其實就是 一起穿 或是像小編這樣子 直接分開 搭跟別件商品 直接做搭配 真的都可以喔 我們想不知道我是不是換好衣服了 喔好 待會還要再跟大家介紹一下小編身上這一件 就是 裙子 白折裙的話 很多女生其實很喜歡 但是很擔心一件事情就是 它可能會容易曝光 比如說像 彎個腰啊 可能比較高的女生 它後面就曝光了 但是這一件白折裙 完完全全不用擔心 它其實呢 裡面 它是有一個內建安全褲的機制 所以它裡面的安全褲已經幫你做好了 它就是一個褲裙 所以各位如果喜歡白折裙的 客人們都不用太擔心 可以直接購入 因為這一款呢 非常的OK 非常的安全 而且也非常的好看 小編不知道為什麼今天穿上這一套之後 心情整個變一樣了 好像年輕了大概有五歲 十歲嗎 好了 我換好了 好 來 小幫手今天穿上這一套呢 就是我們自己 訂製款 來 我們先讓大家看一下 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這一款連帽的上衣 這一款連帽的上衣 一樣呢 它是 這算是針織嗎 有點類似融 融加一點針織的一個材質 所以它非常非常的保暖 那一樣有做一個很可愛的帽子 今年的上衣或是洋裝類的商品呢 其實都會做一個 因為靠近秋冬 就是靠近冬天了 所以大概都會做一個帽子 讓你自己額外就是做保暖的一個動作 所以我覺得其實都還蠻實用的 那冬天呢 有時候我們手露在外面 不用太擔心 它前面有做一個小口袋 所以如果說天氣冷的時候 直接插進去 小邊沒有的 對 不然我借你了 對對對 謝謝你 然後呢 一樣搭配我們 就是我們的 超級熱賣經典的 雪靴 四色雪靴 對 四色雪靴 然後呢 這一款雪靴呢 我們官網其實都有很詳細的介紹 它非常的防水防寒 而且防滑 各位可以看一下它的鞋底 鞋底 它的鞋底呢 其實它的刻紋很深 其實之前有客人會問說 就是我們站在冰上 或是說去滑雪的時候 那如果說沒有加冰爪 這個抓地力會不會不夠 你可以看一下它的刻紋 這個抓地力其實真的就非常的夠 而且今年呢 其實我們去年只有單賣白色一雙 對 那今年呢 特地再增加額外三個顏色 因為大家都說要好看好期待的顏色 所以就是可以百搭 你不管就是穿什麼的話 都有很多顏色讓你去做選擇 跟做搭配 那小邊自己本身也非常喜歡這一雙 而且呢 其實它裡面有長毛的設計 所以它非常有看到嗎 看得到嗎 有長毛的設計 所以其實它非常的保暖 那之前有客人問說 那鞋底的喔 就是鞋那個鞋底 鞋墊上面也有刷毛嗎 有 它有一點點短刷毛 所以其實如果說你本身 可以穿厚襪也可以不要穿厚襪 穿一般的襪子 其實這一雙真的就很保暖了 然後尺寸正常 所以平常穿什麼尺寸 這雙就帶什麼尺寸就好了喔 請問一下小邊身上的過膝靴 會掉頭嗎 這雙呢 不掉頭 怎麼穿都不掉頭 完全怎麼走都OK 小邊從剛剛開始直播到現在 都已經走來走去走來走去 完全都不需要拉 覺得非常非常非常的值得喔 對 客人會說想要看擺摺裙的質感 擺摺裙的質感嗎 其實來 因為現在擺摺裙在小邊的身上 所以不太適合太靠近給你們看 但是呢 其實它就是這樣子的一個短毛絨的設計 短毛絨的材質 非常非常的保暖喔 而且這一套呢 其實裡面也是一樣短毛絨的設計 所以其實整套上升的話 除了顯瘦之外 它保暖的效果非常非常的好 看得到嗎 感覺這件也很美 有客人說圍巾有沒有賣 圍巾的話今天幫我們按讚加分享 下個禮拜就有機會抽到你喔 剛剛小幫手手上好像有帶一款手套是不是 有手套 是的 你要近一點給客人看嗎 來 這款手套呢 上面有做一個小蝴蝶結的設計 其實就非常的英倫風跟秀氣 那其實保暖手套它裡面還有做一層就是內刷毛 內刷毛的話 你直接戴上的話 其實它完全不透風 所以這一款呢 很適合機車族的一個穿搭 那小 它這一款呢 有一個很特殊 是我們冬天啊 因為手部需要保暖 那可是有時候呢 可能騎不脫車的時候 然後要Google一下滑個手機 這一款呢 非常的適合滑手機 等一下喔 咦 你看 直接可以滑喔 手套都不用脫 直接就可以滑了 嗯 點開 嗯 不要 嗯 有啦 其實我的可 因為我在看我們的直播 呵呵呵 它是可以碰的喔 嗯 就這對於騎車的人 會很方便 如果你要接電話或什麼 手 滑一下就可以接電話了 對 不用一定要脫下來 其實它滑動 滑動的話其實都非常的OK 請問一下 現在身上穿的紅色雪花 真枝毛衣 多少錢呢 這一款呢 這一款呢 這款多少錢 1380軍馬 這款的話是1380軍馬 然後呢 它其實是真枝材質 所以它的彈性非常的夠 小編呢 身高是164公分 體重呢 是55公斤 其實它非常的寬鬆 都含有空間 我們的小編已經熱到在流汗了 被你發現了 我們小幫手也太貼心了吧 剛剛有人說就是 小幫手滑手機那個沒有那麼靈敏 其實不是 是因為我是右撇子 可是我是左手 所以滑的不是很好 我那時候拿的時候是用左手拿的 對 要按讚留言加分享 趕快趕快 快點 求求你們的朋友 對 然後 有人問說我這雙的白色鞋子 我是穿 現在是穿39的 就是拿你正常的size就可以了 對 如果你要加後襪的話 你就要拿大一條 不然怕說你會很不舒服 好 我會再穿下一套 好 然後呢 小編今天要再跟大家介紹 鄭重介紹 一件我們的 拒絕臃腫的外套 喔 真的好熱喔 有客人啊 常常在收到的時候啊 就會問說 欸為什麼上面沒有毛 或是毛鱗 為什麼是分開的 其實我們是做活動式的 讓大家可以自己控 所以大家在收到的時候 其實是 外套跟我們的毛領 我們都會額外敷一條毛領給你 那大家會問說 欸怎麼扣上呢 這邊 它的帽顏 這邊會有扭扣 然後呢 在我們的毛領上面 也都會有隱形的扣環 所謂的隱形扣環 大家可能要細心的找一下 那它就在這個邊邊上 在毛邊 所以大家可能沿著這樣子摸過來的話 其實 其實都找得到它的隱形的扣環 然後大家再扣上去就可以了 那 它的毛 一開始收到的時候 如果說擔心說 它是不是不夠膨 沒有關係 因為在運送過程中 稍微壓到 但你收到的時候 稍微抖膨 像這一條呢 是剛剛拿出來的 抖膨之後呢 其實它的效果也非常 就非常的好 就非常的正常了 然後呢 小方 小邊身上這一件呢 是L號 我們像有時候 大家客人在問的時候啊 都會問說 那我身高體型啊 該穿幾號呢 那因為這一款拒絕臃腫呢 它其實 我們建議的尺寸 都會預留 讓大家有穿厚毛衣的空間 因為可能大家接下來就是要去度假嘛 無論是日本也好啊 歐洲也好啊 可能去的地方 都會比台灣還要來的冷 那這一款外套呢 就是會做 有讓大家預留 就是要穿厚毛衣空間的 的 位置 那這一款呢 穿上之後 羽絨外套有一個狀況 就是會覺得有點膨膨的 那我們有很細心的做了一個 縮腰的設計 看喔 現在是這樣子喔 縮腰設計 直接綁上 一秒就瘦了 有嗎 有很瘦嗎 有很瘦 有很瘦嗎 很瘦 好 那其實 如果說大家保暖 為了保暖的時候 其實真的是可以 它有做 它是有做拉鍊跟扣子 就是像小編自己本身呢 我喜歡比較隨性的穿法 就是我自己穿外套 然後是一個不太喜歡拉拉鍊的人 所以呢 我會直接扣兩個扣子 然後直接把腰帶拉上 這樣就可以了 小編請問你多高呢 小編164公分 嗯 小編164 然後 然後 外套的話 穿L號 164公分 55公斤 55公斤 沒錯 那小編身上穿的是L號 那長度呢 大概是我大腿的一半 那今天其實有客人在問說 身高155 那穿這一件會不會太長呢 其實不會 這一件呢 155穿其實大概跟我身上 然後上身的感覺其實差不多 我想要平反一下 用那個 剛剛有人說我們 不夠靈敏 我想要再試一次給大家看 這是我們的官網 那你看 欸 看得到嗎 其實它是很好觸控的 它沒有像我剛剛那個 左手滑的那麼的很像 有點怪怪的 因為右手是我的慣用手 所以這樣子會比較好滑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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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 是的 請問外套是一色嗎 外套這一款的話 只有黑色 那如果說大家還有喜歡別的顏色的話 可以參考我們另外一款是 長版的也是羽絨 像我們小幫手的話會幫大家穿上去 對 這一款呢 這一款是長版 跟我身上這一款拒絕臃腫 另外一個是長 比較長一點的版本 然後一樣有做 然後一樣會有做縮腰的設計 對 對 一樣會有做縮腰的設計 你這款沒有扣子 它是拉鍊 對 這一款呢 長版的話其實就跟我這一款拒絕用手 有點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它沒有扣子 它是直接做拉鍊式的 我來好了 我來好了 我先去 對 好 然後它這個是做雙拉鍊 直接把它拉上 然後一樣 好 然後一樣它這邊 就是 胸這邊 對 它有做一個按帶 好可愛喔 這是我們很貼心的設計 好可愛喔 然後呢有扣子 如果說你有一些比較就是像 手機類的東西啊 或是說比較零錢什麼的 你可能騎車的時候需要放的話 其實可以把它放在這邊 然後它有做一個扣子的設計 所以不用擔心一些小東西會掉出來 然後一樣呢 縮腰 直接 顯瘦 再顯瘦 來 顯瘦 一秒就變瘦了喔 來 遠一點讓客人看一下 好 有沒有 小編可以把你的外套也扣上 讓大家看嗎 全扣喔 可以喔 拒絕擁種全扣喔 我腰身立馬出來 而且我真的覺得它這個 設計的按帶好可愛喔 我覺得不只是可愛 它真的使用性非常的高耶 這邊還有兩個 大的 口袋 這裡也有 哇 女生到底要有多少口袋啊 女生需要非常多的口袋 好像需要放什麼 很多很多黎黎口口的東西 對 什麼口紅啊 隨便這邊都可以放一支這樣 這樣可以嗎 這樣可以嗎 可以可以 很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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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很瘦的 不用擔心 然後剛剛有客人問說 除了黑色之外 除了黑色之外 還有米白色 還有灰色 四個顏色 然後 可以幫我直接拿白色的嗎 長版毛領可拆 你說這件嗎 這件是可以拆的喔 對我們的外套毛領都可拆 你有看到嗎 這裡有個釦子的 釦子這一整排 後 真的後面 都可以拆掉 然後拆完 就會 跟它比較像吧 這個是素顏 這個是化妝厚 這個是化妝厚 你看 它的毛也超大 超大的 對 我如果把整個頭髮都寄去 我的臉就跑出來了 然後呢 我們的毛領呢 其實都是仿毛領 不會 就是不是針毛 所以 因為很多客人問說 你們的毛是針毛嗎 不會黑妞愛護動物 所以我們的毛領 全部都是仿毛 但是它的柔軟程度呢 跟針毛是差不多的喔 是很好摸的那一種 對 是很柔軟很膨順的 而且看起來是很有質感的喔 然後呢 客人問說 請問 擺摺裙的腰圍是鬆緊帶嗎 擺摺裙的話是固定的腰圍 它這邊是固定的腰圍 不是鬆緊的 它是做後拉鍊 後拉鍊的設計 雖然更我們 我們的那個 商品的尺寸在官網上 其實上面都有寫 所以 如果不清楚的話 也都可以私訊問我們的小朋友 小幫手喔 妮娜說外套超保暖 我有買 真的嗎 真的很想要這一件有搭毛領的樣子 我來 兩個可以比較一下 你看 大家可以比較一下 穿起來 有毛領的 是長這樣 沒有毛領的 是長這樣 OK嗎 我把它拉起來 所以平常呢 平常其實 如果大家 在台灣的話 覺得說 可能有毛領會比較膨 然後可能 有時候我們在收的時候 就比較不方便 其實你可以不要搭毛領 它就比較俐落的感覺 但是如果是度假的話 當然是越稀化越好啊 毛領的話就給它加上去 然後呢 非常非常的保暖 而且我這個 對 拒絕擁走外套真的很棒 因為我覺得它有做一個很貼心的設計 它有這個 有看得到嗎 可以調整的 就是你不用怕說 突然調到一半就不見了 那個鬆肚 給大家看一下 其實它這一個啊 像一般的 就是 腰間的束帶 它是直接這樣綁 這樣綁的話 你一放鬆 它就會彈開 但是我們很聰明的設計師 它有做一個這個 你只要把它往下壓 它是一個 可以直接幫你束好的 在腰間 這樣子 直接就束好了 對 你要多緊 束多緊 調整進去 它就不會跑掉了 然後呢 再綁一個漂亮的蝴蝶結就可以囉 小貓咪出來了 有客人在問 小貓咪的毛領 是一體成型的嗎 毛領 是的 它的圖 高領 高領 它是刺繡的喔 它是刺繡的 對 然後這一款呢 有黑色跟白色兩款 今天小幫手 穿的是 白色的款式 那它是貓咪 那我們的黑色是 兔寶寶 對 這一款 超可愛的 對 這一款呢 連起來的 它不是分開 一體成型的 它是一體成型的 高領的設計 其實像冬天啊 有時候 我們可能在路上的時候 會想要戴口罩 但是這一款 直接給你口罩的功能 而且又非常非常的可愛 直接把它拉上去就可以了 你知道這個什麼時候最好用嗎 就是騎摩托車的時候 那個風這樣灌起來的時候 這個超好用的 根本不用口罩喔 好熱喔 好熱喔 然後直接變成一隻貓 直接變成一隻貓 直接變成一隻貓 你這樣子在路上 如果那個 看到的話 不會突然間嚇到 會跌倒 就是一隻貓在騎摩托車啊 對 然後呢 今天小編來跟大家 再介紹一個 單品 是我們的 帽子 但是它有一個很特殊的功能 是一秒變圍巾 來 小編先設 先 戴上毛毛給大家看 有時候呢 我們出國的時候啊 會覺得配件要戴好多喔 保暖啊 你看 手套也要戴啊 圍巾也要戴啊 帽子也要戴啊 搞不好還有耳罩之類的東西 但是這個呢 非常的方便 它會直接 可以讓你一秒 變成圍巾 把它拉開 就可以了 你看 直接拉開 然後呢 它下面有一個扣環 就是有一個扣環 然後套上 扣住球 就可以了喔 你看 這樣子 幫我們按讚加分享喔 對 幫我們按讚加分享 下禮拜二中午 會抽這條圍巾喔 很保暖的 今天按讚加分享呢 就可以抽中我們的波西米 有機會可以抽到我們波西米亞的危機 有會有兩個幸運兒喔 對 這次抽兩個 兩個 今天這次抽兩個 然後再跟大家說一下喔 今天我們全館有九折的活動 就是為了慶祝我們iPhone攝影師的 HAPPY BIRTHDAY 然後呢 昨天其實 大家今天有沒有發現 就是其實黑妞也不在 因為現在黑妞 有在follow我們IG 或是我們粉絲團的客人就知道 新天黑妞人在歐洲 它在哪裡 捷克布拉格 那他那天身上也是穿我身上這一件 拒絕用種外套 超級大腿 大腿喔 從去年賣到今年 還是很慢 捷克其實現在的溫度大概是8度 然後晚上的話 其實溫差也還蠻大 就會焦到大概0度左右 昨天還有下雪 昨天還有下雪 0度以下 所以呢 他說他穿上這一件 真的非常的保暖 甚至覺得有一點熱 所以他覺得大腿真的 如果說 今年還有預計旅遊行程的各位 可能無論是北海道也好啊 或者說比較冷的地方也好啊 其實真的 一定拒絕用種款 不容錯過 然後呢 我想跟大家介紹一下我們的 褲子牛仔褲 它有兩個顏色 一個是藍的 一個是黑的 小白手穿的是黑色 這上禮拜有介紹過 它裡面是 有鋪絨 加絨的 加絨的設計 看到嗎 整件喔 等一下喔 來給大家看一下 其實我們這款牛仔褲呢 號稱就是會呼吸的牛仔褲 它這一款呢非常的保暖 但是它不悶熱 所以這才是因為 怎麼才叫做會呼吸的牛仔褲 而且它彈性很好 對 給大家看一下 它的內部呢 它其實連腰間都有幫大家做家容處理 所以其實就是整條 讓你從腰保暖到你的腳 非常非常的OK 就是無論你是出國啊 下雪雪地的地方啊 或是可能接下來台灣最近這幾天真的好冷喔 冷氣團來襲的冬天 那一樣只要一件就可以搞定了 然後呢它有藍色的跟黑色的兩款 而且它彈性非常的好 穿起來呢其實它尺碼真的蠻正常的 所以各位客人的話 你先量一下你的腰圍 如果尺寸不知道該怎麼帶的話 你可以先量一下你的腰圍 基本上你量出來幾腰 你就按照幾腰去帶就可以了 它彈性真的真的非常的好 所以它最主要是它不會 你蹲下來起來 它不會掉喔 它是 就是還是在那個位置 對 你有拍過影片 有實驗給大家看 它有畫一條線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去看 你們可以去看一下 而且它是真的不會掉 然後呢今天 昨天有客人許願說想要看一下 綠色的軍靴 穿起來是什麼樣子 現在小幫手已經穿在身上囉 那綠色這一款 綠色這一款 我要不要脫給大家看 對 綠色這一款 來你展開一點 有看到嗎 有看到嗎 那這一款呢其實它一樣 這一款呢 它裡面一樣是做長矛的設計 然後呢它的斜面是有一點短絨毛 好那客人會問說 那這款會防水嗎 其實稍微還可以 但是如果說真的要穿去雪地的話 我們都會建議大家可能用一些防水噴霧 然後先處理過 那這一雙就是完全的防水 然後防寒 而且抓地力一樣很好喔 你看 然後呢 請問一下小編你身上的外套 依你的身型 要穿什麼尺寸比較好呢 小編身上的外套呢 16455公斤 身上的話其實一樣是穿L號 那因為L號的話 我們建議大家的尺寸 都會預留穿後毛衣的空間 所以其實小編身上剛剛的雪花 毛衣一樣沒有脫掉 而且穿上之後 其實還有很大的空間 然後再告訴大家一個 挑選外套尺寸的一個小秘訣喔 因為很多客人都會說 欸你們建議的好像真的還蠻大的 穿回去之後 買回去穿之後 一樣都有這個空間在那怎麼辦 其實小編有個小技巧跟大家說 其實你外套稍微鬆一點點 再把它拉緊 顯瘦效果會更好 如果說你太合身 再去做我們這個設計拉緊的處理的話 那感覺就沒有那麼的顯瘦 所以你還是稍微有一點空間 可以讓它拉瘦 這樣子會比較好 而且你可能還要在預留 可能穿兩到三件毛衣 或是一到兩件毛衣的空間 而且其實大家不用擔心 因為我們有七天建賞期 對 所以大家放心的下單購買喔 我們七天建賞期 如果穿回 如果買回去之後 可能覺得有點不適合 或是尺寸太大太少 你要做更換的話 只要在七天建賞期之內 商品維持全新 然後透過我們的客服信箱申請就可以了 我們假日是休息的 所以沒有回你們是很正常的 不用擔心 我們禮拜一到五 上班的時候就會開始幫大家回覆了 不要擔心 好喔 等一下直播完 我們就會去回訊息喔 然後待會直播 我們大家就會立刻手刀去回訊息 所以大家不要太擔心喔 然後小幫手現在 他好像自己私心非常的喜歡這一件 今天其實小編一到辦公室啊 一開始被吸引的其實也就是這一件外套 然後呢 因為你看這件外套比較特殊 它是羽絨棉的材質 嗯 那它裡面是鋪棉的設計 嗯 也是一樣非常的保暖 我覺得保暖程度跟羽絨的效果 其實差不了太多 嗯 那但是它這一件比較特別是 它是做有點風衣 類風衣的感覺 其實羽絨服啊 它就是會比較寬一點點 那這一款呢 它是讓大家有一點風衣的感覺的概念 然後呢 一樣 可以把它扣上 但是這一款呢 就是做比較隨性 休閒的 樣子 然後一樣有大毛領 對 然後 如果說大家今年可能覺得黑色的外套蠻多了 想要入手一點不一樣的顏色跟不一樣的感覺的話 其實可以參考我們這一件 對 這一件的卡其很美 對 非常的美 好 然後大家幫我們按讚加分享喔 一樣 在下個禮拜會抽出我們的兩位幸運而得主 會送你這條Bosimia的圍巾喔 好啦好啦大家辛苦啦 然後大家準時要去吃飯休息囉 沒有大家要上班了 大家要上班了 喔上班嗎 對對對 我們也要開始上班趴他家回吃飯啦 不休結束了 大家去上班囉 OK 拜拜 拜拜 我們下個禮拜見喔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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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